這不是靜止畫面 斷軌雲霄飛車來到最高處 靜止90度停在半空中 雲霄飛車卡在49公尺的空中 影片配樂 玩了玩了BBQ了 真實呈現上頭20多位遊客的新生 我的心臟可不可以跳出來 會不會死啊 會不會死啊 會不會覺得心裡就很緊張 因為我害怕的 它已經不是就是官方設計的東西 在畫面 其他民眾光看就很挫 20多位遊客就這樣90度曬了10分鐘 才恢復正常 當天我們也發放了紅包小禮物 讓所有的遊客能夠安心 雲霄飛車卡軌已經不是第一次 之前就曾發生過好幾次 業者回應只要強風 或是異物安全機制就會啟動 在出發前都有向遊客說明 地保除了斷軌出名 不是也是它卡著也蠻出名的 樂園強調有定期保養 沒有安全疑慮 雲霄飛車在大熱天卡軌 被PO網 網友也笑稱 遊客真的差點變成 火烤BBQ 在劉威丹景城台中採訪報導